这两年在台湾非常流行 这个五骨的大鸡排 看起来很过瘾 分量大 而且没有骨头 啃起来也很方便 但是注意了 有专家指出呢 有一些大鸡排 它是用合成肉做的 合成肉你应该不陌生 过去呢 它出现在牛排的身上 现在有可能出现在鸡排身上 一些不肖业者呢 用一些比较差的鸡肉 然后取下来之后呢 添加了肉胶肉筋 然后增加粘合度 就这样拼拼凑凑 粘成了一大块的鸡排卖给你 但是这种呢 含有添加物的合成鸡排 它可能用到的是 含有抗生素的老母鸡 长期食用 对我们的健康 将造成极大的威胁 鸡排下锅炸得滋滋作响 香气四溢 但很多人不知道 坊间卖的大鸡排 可能都是合成肉 我们的那个鸡盖的部分 它的肉 我们可以把它取下来 所谓合成肉 也有人称为人造肉 不肖业者为了节省成本 会将肉质较差的部位 取下碎肉 再混合鸡胸肉 一块剁碎打成泥 揉成肉球 我们加入太白粉 增加它的粘性 还有增加它的嫩度 我们就要吃起来会比较嫩 接着再将肉球压扁 沾鸡蛋 底刮粉下锅油炸 五分钟后 鸡排就能上桌 现在这个用人造肉制成的香鸡排 已经完成了 可以看到呢 它真的比我的脸还要大 甚至比一般肉炸成的香鸡排 大上两倍 一些商人可能会加入一些 不必要的物质 对人体有害的 比如说一些肉筋 或者一些肉胶之类的东西 增加它的肌肉的粘性 或者增加它的嫩度 专家怀疑有些业者 为了增加肌肉的粘合度 还可能会添加肉筋肉胶 长期食用会伤肝伤身 它是不是有使用到一些病死的鸡啊 或者有使用过抗生素的鸡啊 对你的肝 对你的肾的部分 是非常有负担的 如何分辨是不是合成肉 其实从鸡排切面就能看得出来 合成肉鸡排没有纹路 粘合度高 而正常鸡肉纹路比较明显 口感也有差 组合的呢 因为它的水分 在制作过程中会流失掉 所以它里面的汤汁就不会那么多 合成肉口感比较Q弹 正常鸡肉汤汁多 下回民众买了大鸡排 不妨先检查一下鸡肉纹路 免得吃尽了合成肉 还被蒙在鼓里 中天新闻基博续网越方 高雄报道